大家晚上好 可以听到我说话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大家如果可以听到的话 就在这个问题里面 给我打一个1 看到没有人 没有人回复我 难道是听不到 听不到我说话吗 OK有的有的 看到了看到了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 已经有一些朋友 陆陆续续的 陆陆续续的在加入了 然后我们就稍微稍微的 等一下等两分钟 然后如果说差不多时间 咱们就直接开始 那今天的这个网课的主要内容 其实是想 教大家 怎么样子去看公司的财报 因为 在之前 去年的时候 我网课的时候 会给大家分享一些 财务方面的 知识 然后包括有 在财报记的时候 给过大家一个模型 说让大家可以去测试 自己关注的公司 他们的财务数据的水分 大不大 有没有造假的可能性 这些 然后如果说大家 还想要 以前的内容的话 可以来找我们 要一下回放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模型 的模板 都是有的 然后如果是客户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 发送给大家 好 那咱们我看到人 也到的挺多的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 这个今天的内容吧 然后还是欢迎大家 抽时间来观看我们 GoMarkets的 这个网课 然后呢 这个 今天是星期二 所以说我们讲的是一个 一个在线小课堂 那之后我会跟大家讲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安排 因为在2021年 我们是有打算做一个课程的改版的 因为我们现在周二和周四都是有网课的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内容差不多 周二和周四的没有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想把周二和周四网课的风格呢 给区分开来 然后让大家有针对性的 说是我 有怎么样的需求 我就去上哪个课 或者说我都上 但是呢 它是两个不同风格的课程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大家对我们的网课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一般来说 我们的讲师是说 我们想要讲什么 我们就会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或者说大家想听哪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想听技术分析的 或者说想听基本面的 或者想听某一类的产品 还是说一个宏观方面的东西 都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是很乐意 因为我们的客户来调整 我们的这个网课的结构的 然后在开始之前 还是一定是要给大家做的这个风险提示 就是说外汇还有一些金融衍生品 和杠杆的交易产品 它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说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懂得这个风险的控制 然后也要清楚它的风险在哪里 然后做好风险管理 所以说你应该确保了解 你的这个风险 然后需要的时候呢 要寻求独立的建议 那我们所有的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 包括平时我们直接跟客户的交流 我们都是一般性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不会 我们不是做financial planning的 我们不去具体的考虑您自己的一个个人目标 您的财务状况 那我们都是基于产品 基于市场来进行的分析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 不明白的可以去看我们的产品披露声明 金融服务指南这些在我们官网上 检验的位置都是有的 公司的简介 大概过一下 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 公司是成立于1998年的 墨尔本是总部 然后其他地方有分布 现在目前在澳洲 就是墨尔本和悉尼 我们都有办公室 然后在上海 香港台湾 伦敦等等等等 迪拜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的金融牌照 多少多少 我们的这个产品 现在是有股票 外汇 全球指数 黄金石油 数字货币 那我们今年在晚些时候呢 会上一些港股 港股的个股 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 就是说很多朋友都会来问我们 你们有没有想做港股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公司 可以提供给大家 最方便服务 就是说大家只要一个账号 就可以做到几乎全球 各个市场的产品 澳洲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那如果再加上香港的股票 但中国的股票 各股肯定是别 其他国家都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但是呢 我们是可以做A50的指数的 所以说这样子是 大家也会觉得比较便利一点 然后黄金石油数字货币 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 0386580603 关网 好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介绍 就不多不多说了 因为已经做过几次网课 大家也都知道我 然后照例 我们还是先来分享一下 今天的这么一个市场情况 一个market wrap 那今天澳洲的这个 这里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ASX200 澳洲200指数是上涨了1.2% 在周一温温吞吞的这么下跌了50来个点之后 今天上涨了79点 那收盘呢 也是收在了6700点以上 那今天CSL上涨了1.4% 终于是又回到了270块钱以上 我知道很多我们中国客户 其实不仅是中国客户 还有各个地方客户 大家都其实手里或多或少都会有 CSL 因为就是不管是你做 这个想做医疗 行业的一个资产配置 还是说觉得看好这家公司 毕竟他现在是 这个澳洲 单价最贵的这么一只股票 看好这家公司 而且他做的业务其实在澳洲市场是很有竞争力 因为他没有很多 没有什么竞争者可以跟他匹敌他的这个 这个血清蛋白的业务 那其实大家会有配置 所以说之前的下跌 其实大家就是很慌张嘛 但是呢 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 CSL的图啊 或者等会我们来看吧 等会结束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CSL的图 然后我们一起讲好了 好 然后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一个废品管理公司 叫做Bingo的 大家应该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 这家公司的这个 废料的车 他会写个BIN BIN 他的股票代码也是BIN 他被传出说是会被一家公司收购 而这个公司提出的收购价是3.5澳元 股价直接高开了20% 因为他昨天的收盘价就是2块7而已 那另一个公司提出的这个 这个这个收购价是3块5 那肯定他是跳涨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不用去惋惜错过了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像这种市场的突发性的这种消息 其实大家也是不知道的 其实提前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那他也是开盘跳涨 你当时再买进去也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太去 根据某一个新闻就怎么样风吹草动 那我们主要的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 他长期的业务行不行 但这个公司也是一个不错的公司 他是做这个垃圾处理的 然后之前我们的同事应该 我印象里应该是coco吧 有写过他的股评 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问我们 那今天黄金现货小幅上涨 大概是网课开始之前 我刚才看了应该是1838这样子 应该是今天短暂的站上了1840 然后又下来了 然后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我们提到过的 这个什么拜登的1.9万亿的这么一个财政刺激 然后还有等等的这个预期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黄金的逢低的买盘 但是目前黄金的这个价格还是横盘 还是在震荡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买入的信号 那如果说大家是想要做多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要站稳1840 包括在之后突破1860的这么一个区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的一个信号 目前大家可以耐心的再等一等 或者说他到1820的附近会有一个支撑 1800也会有一个支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然后今天晚上就是美国时间的周二上午10点 就是我们晚上 好像是已经开始了 我已经算不过来这个时间 应该是今天晚上 澳洲时间今天晚上 美国参议院他会对这个耶伦提名为财长 举行听证会 美国是有望迎来守卫女财长 那听证会他可能会涵盖到 从汇率啊税收的一系列的话题 那这个耶伦呢 他其实在这个听证会之前 他已经在市场上提前的放出了 他要讨论的内容 那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 他说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价值 应该由市场决定 那其实就有些人解读为 他其实是 反对特朗普之前提出的 这个美元弱势的这么一个方向的 但是呢 其实他也没有明确的去否认 那大多数的分析师会认为 就是说他对美元弱势的这么一个周期 他是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的 大家可以在应该明天早上 我们澳洲的时间 他就会有这个 他的这个 听证会的具体的内容 因为他们还会去讨论 拜登提出的1.9万亿的 这么一个财政刺激的计划 他们会再去讨论 然后今天 欧盟方面 欧洲方面呢 他们又发出一个消息 说 欧盟想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他们说去美元化势在必行 就是他们想要 更多的大宗商品 尤其是跟欧洲相关的 他们出口的一些商品 以欧元来计算 而不是美元 他们想要 不想要美元继续在 实行他的这个 霸主的地位 那结合到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各大 这个投行 包括一些基金出的 2021年的 这么一个展望呢 也是说大概率 美元他会进入一个比较弱势的周期 他不会像以前那么强势了 然后呢 所以说 又结合到 这个美国的放水的这么一系列的操作 那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个逻辑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市场新闻 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好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如何去看懂一个公司的财报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在看一个公司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读一些新闻 凭感觉 或者说是凭自己对这个品牌的熟悉程度 他就可以去做出一个投资的决定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我们至少你可以不把财报作为你投资的唯一的依据 但是你如果说是要做股票做投资的话 你一定是要看得懂的 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 他发了一些财务的数据 你可能你都不懂这些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而且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门必修的功课 所以说呢 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样子快速的 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去把它研究的很深刻 每一条每一例的来专门去进行很详细的解读 但是我们至少要看懂 所以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财务上的财报 企业财报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然后最后会看大家有没有想看的公司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的财报 进行一个实战的分析 好 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进行财报的分析 我们为什么要看懂财务的报表 就是说如果说啊 现在有人他说他要卖给你一间餐厅 卖这个餐厅的价格是100万 或者说不管是卖给你也好 或者还是让你成为股东之一 你会不会买 如果说你觉得100万这个价格不合适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那你在买之前你会看哪些因素呢 如果他就是一间餐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餐厅生意的 大家会看中他什么 他的什么方面 好 然后我整理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 我首先要看他餐厅的位置 对不对 你开在哪 餐厅多大 他值不值100万 然后 还有说是 你餐厅的这些配置如何 桌椅餐具 多不多 新不新 这些会随着你卖给我的时候一起打包给我 你主营什么菜系 好不好吃 客流量如何 你的餐厅的管理团队怎么样 你的采购的渠道是什么 我接手了之后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你的这些采购渠道 他的菜 他的这个供应的品质怎么样 然后最重要 一个月利润是多少 我花了100万 我当然要知道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有没有贷款 每个月有没有还要还的钱 工资多少 现金流 挣的还是负的 翻台率怎么样 租金 这些等等等等 都是说 如果说我们要去买一个餐厅的话 我们会问的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你买股票 你在买一个公司的时候 你就不问这些问题了 你就开始凭感觉了 你就看看图 你就可以买了呢 大家就是说 其实这是同样一个逻辑 同样都是说 你成为一个股东 或者说你去投资 一个公司 那股票 他就不值得问这些问题吗 所以说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三大类的问题 第一公司资产怎么样 健不健康 他手里有多少设备 他有没有现金 第二个最最重要的 我们其实买股票最重要的是看他 赚钱吗 赚不赚钱 那其次是他赚钱的情况下 他的现金流是不是挣的 那很多公司他可能好像看起来赚很多钱 他现金流依然是负的 有可能是因为他买了东西 人家拖着不会把钱马上给他 因为现在很多的东西的买卖都不是现金交易 也有可能他在赚钱的同时 他的支出巨大 或者说是他的利息太高等等等等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买一个餐厅 那个要卖你餐厅的人 他可能不想直接回答你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上市公司的财宝全部都会回答你 而且上市公司他们是必须要公开透明的 公布他们的这些数据 而且是真实不能造假的 当然有些财报他可能有一点水分 但是他是大部分来说 他的财报的质量都是很高的 是肯定高于我们的感觉 是肯定高于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一些花边新闻的 好所以说公司资产怎么样 我们就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赚不赚钱 我们看他的损益表 就是income statement 那公司有没有挣的现金流 我们可以去看他的现金流量表 这些都是公司财报会告诉 直接告诉给我们的信息 而且是以非常客观的数字而存在的 不是给你画一个饼 不是跟你讲一些故事 像瑞幸是不是 就是给你讲一些故事 讲的天花乱坠 然后结果一看财报就 惨不忍躲 况且财报还造假 然后但是如果财报造假 被监管机构查到的话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不仅是股价的猛烈的下跌 而且他们会面临很高额的罚款 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财报的基础知识 刚才我已经提到财报我们分成三大财务报表 一个是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 一个是损益表 income statement 这是我个人在看公司的时候 我最看重的是第二个 是这个income statement 因为他因为我我最看重就是公司赚不赚钱吗 你的业务必须要赚钱 不然我 呃我我我为什么要考虑买你这个公司 然后是现金的流量表 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income statement 我们要怎么看懂他呢 大家拿到公司的财报 他的这个income statement 他所有的开始 他是从哪里开始的 他就是从收入开始的 一个公司他收了多少钱 他可能有不同的产品线 带给他不同的收入 但是不管你怎么看他 他万变不离其宗 第一项就是收入 那收入减掉这个第二个cost of goods 叫做销货成本 就等于他的毛利 就像比如说呃我是一个卖文具的 那我卖一支笔啊收了一块钱 那这支笔的成本是五毛 那这个五毛就寄这个销货成本 然后以这个growth profit 就是也就是五毛啊 这就是很简单 就是其实财报大家以为难 其实没有什么很难 就只有加减连撑除都没有 然后毛利再减去一般性的 其他的费用 比如说员工的工资 比如说我打广告的一些费用 等等等等 这些费用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 再减掉之后 那剩下就是我们的营业利润了 营业利润是我们 呃这个比较 有人说没有声音 大家能听到声音吗 现在OK吗 有声音吗 有声音大家回复我一下 有声啊好的好的谢谢 好然后营业利润是我们应该要非常重视的一个利润 为什么因为营业利润它的下一项大家可以看到是营业外的支出和收入 其实为什么我们看一个公司主要是看它的主营业务对不对 就是说它营业产生的利润是我们最focus的 那比如说呃某个A股的公司它一直以来它的营业利润都是负的你突然发现哎有一年它扭亏为盈了它的净利润变正了啊可能正了几千万后来你最后发现它这个几千万怎么来的啊老板在北京卖了几套房那那这个这个能算作它公司的营业利润吗这个这个不是说它不是它主线的业务产生的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去主要看这个营业的利润然后呢营业利润减去营业外的这个收入支出等等那就是啊吸税前利润就是在公司在付掉自己的利息和付掉自己的税之前的这么一个利润因为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利息和税啊它其实也是跟公司的营业相关性不大所以说呢我们想要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们会去看它的吸税前利润 那再扣掉利息再扣掉税那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净利润 好我看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听不到我觉得应该是听到的 折旧是支出还是收入折旧是支出啊折旧是支出啊折旧是支出我们我这里没有把折旧讲出去 好对有朋友说他说不同的行业不对比同行业没有意义当然是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基础的知识因为不是所有的朋友他都是学过会计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要去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只是普通的投资者我们如何能够看懂这个财报 好不好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学过金融学过会计的 好那如果说我们以这个餐厅为例子啊 它的营业额是呃这个这个什么呃50万 然后呢它的这个成本租金扣掉毛利然后广告费员工工资等等 然后我们会发现哎他的净利润如果说我我们看到他写出来的哎今今年的净利润是10万 然后呢你想我之前提到的他说100万卖给你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 一年赚10万好像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好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左右两种情况啊 哎100万说如果说他近五年我们到我们要去做一个公司的这个横向的对比啊 我们要去对比我们只看一年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像刚才的朋友看你只看这一个行业 它是没有意义的财报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对比 那如果你发现他五年他的利润是一万一万一万五千 然后今年突然是十万 那我们就要去想他到底在这一年他是运气好还是财务造假 那如果说只是运气好或者说是财务造假 那这样的公司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放弃了 所以说我们要去寻求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利润有增长而且是稳定增长的 这样子说明他是一步一步的啊稳定的做起来 而且以后是有一个啊发展潜力的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公司他一万两万四万六万十万好利润增长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才是有意义的让我们去进行下一步 好 所以说income statement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公司赚钱的能力我们要看到什么 要看到净利润的提升而一个公司他净利润的提升主要靠的是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他卖的多 他的这个产品啊他不停的去销售 他的销售的很快速 好所以说这个一般是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的 第二种方式是提高净利润 就是说我卖一个东西 我以前赚三毛 现在我卖出去一样东西 我可以赚五毛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通过提高单价或者说控制成本来实现的 这两种方式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公司他想要去提升净利润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去看两个指标 一个是叫做资产周转率 一个叫做利润率 资产周转率他反映的是什么呢 他反映的就是卖的多不多卖的快不快这个货品卖的速度怎么样 第二个是利润率利润率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我卖出一件 能让我赚到多少钱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好 然后 这个等一下 这个等一下 我们会在等一下实战的分析里面 我们详细的去找一个公司的财报来看一下 跟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PVT上没有办法很好的展现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去看公司的这个balance sheet 去看他的资产的好坏 我个人是要去看两点的 一个是他的资产是否是 资产是否是优良是我们的目的啊 一个我会去看一个是存货 一个是负债 存货是inventory 就是说一个公司他的存货 比如说我是一个 呃 卖什么生鲜水果的 那我可能是有一些东西 他是放在库房的 那如果你看到我的这个存货 他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其实对我来讲 他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东西他放在我库房 他是会贬值的 当然 如果说我是比如说茅台这些除外 因为他 库存 他的存货是可以增值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存货 他是减值的 如果说你发现他某一年 存货 他的增长特别的高 或者说特别的呃 不合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会把它理解为一个呃 太好的这么一个指标 那就像是我们之前也有讲到 大家如果看新闻的时候看之前看到澳洲有一个做食品的叫做freedom的这么一个公司 他们公司当时是呃 已经就是 就是 被罚了款吧 就是呃 被essic 调查 然后就是说他是呃 呃 他的存货里面有大量的剪辑 因为他是做食品的 他存货 大量的剪辑没有记录到财报里面 然后所以说他的净利润就是被做高了嘛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 还有就是负债 负债呢 我们主要看哪个负债呢 我们去看有息的负债 long term debt 因为这个有息的负债是我要付给人家利息的 所以说这个是会影响你的现金流的 但是payables除外 payables 呃 account payable 这个没关系 这个真的 这个增长比较多 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 不仅是我欠别人的钱啊 而且这个钱他是免费的 相当于我是占了别人的便宜 所以说大家呢 如果说你要去看财报 你看看他的这个 呃 负债的比例 ok他这个公司 他负债的这个比例是47% equity是53% ok的 然后你再看一下他的long term debt 他负债的这么一个 他的场有息的负债的这么一个比例 也是我们要去关关注的 稍等我看一下 对对对 有朋友说不以净现金流 微收入的增长的公司都是骗子 确实是的 因为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之前我们有讲一期公司财务操纵的一期视频 因为我是有讲过净利润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操纵的这么一个指标 因为他可以通过一些很多非现金的手段去做高或者做低 但是现金 我们是很难去操纵它的因为你收到了钱就收到了钱付出去的钱就是付出去的钱这些都是要跟你的这个呃 cash flow对得上的所以说我们还要看的是什么呢现金流表 那现金流表它一般分为三块一个是经营性的现金流一个是投资性的还有一个筹措性的 经营性的就是跟公司业务相关了我卖东西然后我给员工工资这些产生的现金流 那投资性的呃进现金流就是说比如说我公司去做一些投资我去买一个地或者说我去做一些技术上的develop development 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呀投资性的现金流它是付的比较好 付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公司它在发展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公司它的进现金流是正的而它的投资性的进现金流是正的那糟糕了证明它开始卖公司的资产了 它开始是卖公司的厂房设备这样子它投资性的进现金流它才是正的所以说我们希望投资性的进现金流它是付的而经营性的进现金流它要和什么吻合呢 它要和公司的net profit吻合 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司咔咔赚钱但是它的经营性进现金流在往下跌或者说是付的 那你千万千万千万要当心了这种公司它真的它呃不敢说一定吧 它很大可能是有一些财务操纵 好然后筹措性的进现金流呢就是比如说公司它去借钱 它就是说它融资得到了一些钱比如说我向银行借了一笔钱 或者说我又去发了一点债或者说我去这个资本市场上又去融了一些资啊 这些正的我拿到手的就记为正的这个呢付出去的那发放股息呢啊也会记在这里 它就是付的那其实主要是我们看这两项一个是经营性的要和当然是正的越多越好 然后而且要和它的净利润相吻合那investing cash flow呢 它最好是付的这名公司在发展在进行一些投资 好所以说我们呃回到刚才的话题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财宝 因为呃这个财务数据它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比大家去凭什么感觉 或者说去呃一些非常主观的 当然主观也是ok的因为主观我们凭感觉 我们是可以给我们投的公司这个行业定一个信了 我们说我感觉比如说我现在说呃我们先定一个信 就是说我觉得嗯科技股不错对吧你先定一个信 然后你觉得科技股不错了之后你再去了解它的数据 这样子可能会更好的帮助你选择投哪一家公司 而且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代价是很严重的 这个财务造假的这件事情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有朋友就是说就是公司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之前已经有专门说过的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说哎财报呢一般是半年发布一次 然后一年发布一年半年一年发布一次annual的和half year的 最近会有一些半半年的这些财报大家是可以看的 那澳洲一般是六月底呃一个财年结束的时候 一般大家能够看到澳洲公司的财报呢都是要等到七月下旬八月份以后了 然后现在是可以看到一个半年的财报 那在哪里看呢可能有的朋友呃不知道在哪里去看财报 我们举个例子其实你如果是在Google里面搜索就很容易 比如说我随便想一个例子BHP annual report啊 其实你这样就能够搜到了 他就会给你跳转到这个公司的官网 然后你会一打开几百页你觉得完蛋了我肯定看不完 我怎么可能看得完这么多的东西啊 其实最后我们其实我们关注的呢其实只是他的数据而已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financial statement就好 一般一般都会在呃这个财报比较末尾的地方 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搜balance sheet 啊 他的ban 写的关键字有点多 直接把它拉到他刚才搜索的时候是 172页左右 啊 啊 你看这里就是很多的他的一些数据了啊 这里balance sheet 好他就有找到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BHPB托他这个公司手上现金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134亿的现金在手啊 然后他的这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或者说如果大家觉得 想要看更多的数据呢 想要看更多的数据呢那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会用 Morningstar 大家可能会没有他的账号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我们的客户可以个问我们我们可以直接给你们截图 因为他会给大家整理 这个公司 就是你看比如说BHP他会整理从11年将近10年的这么一个数据 而且他会把重点我们要看的列出来 收入 然后息税探销钱利润啊 这些等等等等 然后都会列出来一个大家就可以横向的去对比了 所以这就是看财榜那一个是公司的官网 一个是第三方的网站第三方网站华人朋友也可以去 也可以看我们 看这个61啊61他这里也有财务的数据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多年的 他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数据他也是分损益表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去找到一个公司的相关数据的 我要接下来继续说了 好然后有个朋友呢他可能会问说我要不要去赌财报 我个人建议是不要啊 之前我看了一个博主他也有说是不要的 然后他因为赌财报的逻辑是在于说是你其实无非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财报公布的数据如果他是好于预期的那股价就上涨 低于预期股价就下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预期是多少没有人会告诉你预期的是多少的 有的公司财报一公布说收入增长30%他股价跌了 那他的预期以前没有人告诉你是30%以上对不对 那其实有一些 这个公司或者说有一些分析师他们通常会给一个预期可能会给一个预期 但是这个预期他准不准确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说他会公布这个预期的他手上是没有资金的 他只是卖咨询卖分析的 那其实真正掌握资金的是各大基金 那这个时候他们是要去跟这个市场做博弈的 他们通常也是不会明确告诉你 我是怎么赌的 我是怎么看的 所以说他这件事情 胜率不高不高风险大过收益 当然你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试试水 有人说忽然停了 有吗 有朋友说可以分析一下CSL的财报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CSL财报 因为最近CSL还就是他的这个价格走势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看CSL的图 看看他就是最近有没有可能反弹到以前的高度 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CSL的财报啊 如果说大家要真的想要去看一个公司的数据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电脑打开Excel 好朋友说看CSL的财报好 OK我们是我们可以看一下CSL财报 CSL这公司我们太熟悉了就不用多去做公司层面上的介绍了 然后如果说你要去看财报啊我们看Income statement我们看损意表啊我们看损意表 因为这是我最关注的东西他赚不赚钱他赚钱能力怎么样好我会找到几个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数据 当然每个人可能他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个人的侧重点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以后之后也可以就是方法是一样的可以这么去做好我们把他的这个收入 我我个人是这么做我把他的收入一直到毛利润我把他复制下来 我先 先不 不要去 管他的格式 把这个 营业总成本营业利润 我也想看一下我想看一下他的营业利润好我先 画在这里然后税前净利润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税后净利润 好这个时候呢我再去 我看一下他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刚才在这个PPT里我跟大家说到一个公司我们可以去看他的资产周转率他 卖货卖的快不快这个时候我这个我们是需要一个数据是asset 就这公司总资产的就是我一年的这个销售额对比我公司的资产来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比例 所以说我会到这里资产负债表这里 这个资产总计 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然后他的这个时间好像是 20年到16年 好然后我们差不多 就有把这个 整理了这是CSL 我们把它写下来 好这个时候首先我要看一下是怎么收入是我很看重的一个东西公司他收入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要去看一下他收入的增长的幅度那我们从 这一年开始看 用一个公式啊就是 这一年的收入除以前一年的公司收入减去一 但是这是一个收入的增长 好 ok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有人说突然停了应该是没有停的对不对 还能看到的可以跟我说一句话 好收入的增长 成本 ok我也是想要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还有想要看一下什么呢我想要看一下毛利率 毛利率怎么算呢 就说我卖一个东西他 我 卖出去一块钱但是这个东西的成本我要把它减掉对不对 所以说毛利率是等于毛利润除以 收入 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CSL的毛利率是很高的啊 是超过50% 好所以说这是一项 啊 你优秀的指标他毛利率超过50%就是说我卖一块钱的东西我 我就是不考虑我的营业的别的成本啊我是赚到可以赚到五毛七的 好 然后 营业总成本 营业利润 我们可以看一下营业利润 它的一个增长 我把这个公式给复制过来啊 公式给复制过来啊 好就是我们 看到的它的营业利润的一个增长 税后净利润 等一下我会整理一下这个数据税后净利润的这么一个增长的幅度 然后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一个叫做什么 asset turnover 资产周转率 我卖货卖的快不快对不对 外货的快慢 是用什么呢 是用我的营业总收入除以资产的 啊还有我的profit margin 我卖一件产品我的盈利怎么样 然后这个profit 你可以用这个profit它是可以选的 你可以用净利润 你也可以用营业利润 你也可以用 啊吸税前利润 这个都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那这里我们就用净利润好了 啊 好我的净利润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收入开始看 收入呢 我们看到他从16年到20年 他的收入都是有增长的 对不对 收入都是有增长的 然后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他收入增长的幅度在降低 他16年到17年他收入增长13%超过10% 17年到18年14%很好 18年到19年 8%了下到10%以下了 2020年 又下跌了 他的增长是他OK 他是在增长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他什么呢 收入增长 但是 速度变慢 好他的速度是在变慢的 好所以说呢 他可能他的这么一个业务发展的动力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劲了 然后再加上2020年有这个 大家也知道有疫情的影响 然后CSL包括最近的新闻 之前说他们停止这个 疫苗的研发和生产 其实最近几乎CSL 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出来 当然公司是一个好的公司 但是说这方面的动力确实是比较少 再加上之前的价格有点高 因为疫情的时候 几乎所有公司的股价都在下跌CSL 他就是防御型板块 大家也知道他没有那么的大起大落 然后300多价格又比较高 所以说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成本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他的毛利率刚才我说过了 他的毛利率是很高的 其实像大家知道医药行业 他毛利率一定高 因为他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他如果单价不卖的贵的话 他的研发成本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说OK我觉得他的毛利率很不错很好 50%以上 而且是逐年上涨的 好营业成本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营业成本 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公司 他的控制成本这方面做的怎么样 调一下格式 好营业总成本 好营业总成本我们看到他也是每年在上涨的 但是每年上涨的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呢 是他的上涨的速度在变慢 就说虽然说他的这个收入啊 他的增幅变慢 但是他的成本控制的还不错 OK他的成本是随着收入一起增长的 而且呢他的这个涨幅没有让我们觉得有什么很意外的 好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在增长 但是增幅变慢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营业利润是 他的营业利润是在2018年 有一个很大的增幅 但是这个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 税后的净利润 净利润其实也是跟收入相吻合的 他的增幅也在变缓 然后所以说我们回归到我们看 我们看到的他的这个卖货 卖的快不快0.59 0.69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0点几的这个数字 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我是一个卖货很快的一个行业 我的这个asset turnover 这个数字可以达到2的就是说我一年卖出去东西的价值是我这个公司总资产的两倍 所以说这个并不算快 但是因为他的毛利率高 所以说他的他卖东西卖的没有那么快 他资产周转率没有那么高 也不算低了 是ok的 profit margin 一直维持在20%左右 好所以说我们是说怎么怎么说呢 csl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业务上没有问题 他可以持续的产生利润可以 而且并且维持一个利润的增长 但是呢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冲劲去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那么一个公司 所以说当然我们最后看一下他的现金 看一下他的这个现金流量表 其实一般来说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这种大公司他的现金 ok正的经营性现金流 而且是逐年增长的 没有问题跟净利润相符合 好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 这个公司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有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发展比较乏力了 他可能不像一些科技公司或者说一些刚开始做业务的公司 发展那么强劲 所以说你如果想要期待csl的股价给你一个很高的回馈 可能是比较难的 好然后 对的对的成本还跟澳元和美元的汇率相关 因为之前Joy也提到他说最近因为澳元的上涨 澳元对美元的下跌csl是有美国业务的 所以说这个汇率呢也影响了他在美国市场的一个 一个收益 但是但是我要说但是一般这些公司 他们都是会有一些外汇方面的对冲的 他们是不会让自己平白无故的面对这么一些外汇风险 因为外汇又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 他们一般都会做对冲会有hedge的啊 所以你去看他们的公司的年报的话 比如说BHP 我不是csl 你你你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他们是有这些通过一些对冲 用外汇工具来进行对冲来保护他们的盈利 不然的话他们的盈利就会波动很大 所以说这个不会是太大的那么一个因素 因为我想说公司层面他们也是有自己金融团队 是我们普通人都会做的对冲 他们也是ok的 所以说ok 那本来想今天讲到8点45的时候结束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看的 对的对的需要关注财报的重点也不同 因为财报其实说白了 他提供给我们的是数据的支持 就是首先我们定性嘛 财报帮助我们定量 我们现在看一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财报好了 我们看JBHiFi好吗 JBHiFi前两天的半年报的财报数据挺好的 净利润大幅的上升 我们因为我想说JBHiFi跟CSL他们的销售的逻辑是 呃不一样的 ok如果说我们看JBHiFi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对比一下JBHiFi的这个 asset turnover和profit margin 我们还是看年报吧 因为年报会半年报 年报 我们把这个 复制一下快速的快速的过一下 行业利润我们就直接来一个税后净利润 当然其实我最推荐的就是说 你再去跟同行业做一个对比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了 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还有另一个医疗公司 不过我更认为在澳洲跟CSL对标的医疗公司 没有澳洲的别的医疗公司以医疗设备为主 CSL是以制药为主 而且像CSL这么大体量的做制药的很难去进行一个对比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别的叉叉叉公司 你觉得他们业务相似 其实你也可以把他的这些数据拉到这里 大家同行业做一个对比 你就会比较出这两个公司 如果说你觉得你有点犹豫想要投哪一个公司 你想通过对比财务的方式 其实这也可以给你一些给你一些insights 好这个是JB Hi-Fi 快速的 再把他的资产负债表 ok资产总计 这个我是看过他们的这个 应该是没有问题财务应该是健康的 然后现金流大家是可以看到JB Hi-Fi的现金流 三倍三倍的往上翻 是不是所以说他的这个不不仅是利润增长很恐怖 他的现金流的增长也是好翻了好几倍 ok但是我们 好资产总计 所以我依然我把这两个数据 我还是想看一下他收入的增长 快速的看一下 好他收入的增长 看着还好还好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十几这样子 可以然后他的 我们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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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货的能力怎么样 收入除以 资产 ok两倍多对不对 就是说JB Hi-Fi他一年 卖出去的这个货 是他资产的两倍多 甚至三倍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资产周转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不停的在买货不停的在买不停的在买 而像JB Hi-Fi这种公司 他他是一定是供应商先把货给他 他卖入去了之后 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他才给人家钱的 所以说他自己现金流没有很大压力 好然后我们再看他的profit margin 税后金利润除以收入 好他profit margin 0.03%和0.04对不对 跟CSL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CSL他卖一块钱的东西可以赚两毛三 JB Hi-Fi卖一块钱的东西 只卖只赚四分钱 但是他卖的快 所以说其实不同公司他经营的逻辑是不同的 他的产品线是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只看这个财务数据 哪怕说我今天我不知道 JB Hi-Fi和CSL 这两个公司 然后你只告诉我这些数据 你说他们是什么行业 那我肯定告诉你 JB Hi-Fi很可能是一个零售行业 对不对 因为他卖过卖过快 但是他的这个利润率是比较低的 好然后 有朋友说想要这个 这个这个Excel表格可以可以 其实其实OK的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 等一下我们 讲一下然后今天这个时间也不多了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跳回到我们的PPT 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 可以扫这个扫这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可以联系到我 不管是你想要今天的这个 打一下 不管是你想要今天的这个PPT 或者说你想要这个 我刚才的这个Excel表格 虽然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做 或者说有什么别的公司想看 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说拨打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 那我们会有一对一的分析师 或者已经是客户的 问自己的客户经理就可以 那对有朋友说可以把表格公司 发给我们吗可以 可以啊 但是请大家明天联系一下我们 因为现在时间不够 然后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 0386580603 然后邮箱地址 现在悉尼搬了新的办公室 跟之前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不过是在同一条街 然后多尔本还在原来的办公室 可是可能很快也要搬新的办公室 搬到Colin Street 对比有朋友问 对比CSO和JB Hi-Fi的财报 来看哪个投资比较好 还是一句话就是说 他们是不同的行业 没有办法通过数据来进行一个 很直观的对比 但是我想说呢 JB Hi-Fi他的发展势头会更强劲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收入 他18年到19年 收入增长4% 然后19年到20年 收入增长是12% 然后再加上他新的财报公布的 他的净利润增长 就是他的这个增长势头是比较猛的 CSO可能就会更平稳一点 对 今天刚开头的时候还跟大家说 看一个CSO的这个图表 CSO的图表 天图 趁他加载的时候 我再就是大家可以扫码联系我们 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明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三 同样的时间八点钟 我们的同事 Austin和Jacky呢 他们现在两个人都在心里 会给大家做一场直播 那直播就是会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现在明天就是拜登上任的日子 然后会跟大家讲拜登的时代来临 我们投资组合需不需要一些变化 那他们对数字货币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个信息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个左下角扫码直接报名 右下角扫码的话是问我们的同事 他也会给你发这个报名的链接 都是一样的 然后或者说大家明天问一下我们发报名链接也可以 OK CSO的图加载出来了 就是几乎是看到大家看到他这个下跌的趋势 11月底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不见不见好的 如果说我们用大家如果参加过我们以前的活动 就是知道我们顾比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入场方法 叫做导数入场法 如果说有朋友想问说 CSO现在是不是可以入场了 好像还价格还蛮低的 那根据顾比先生的这个导数入场法 他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 我先找到 我先找到 如果说我认为这个柱子是一个最低点 那我从这个柱子往回数两格 我从这个柱子往回数两个柱子 或者三个柱子也可以 看大家个人喜好 然后数两格 的这个柱子 它的最高价 最高价就是 这里有写 274.09 好 他认为如果说在这个柱子之后的某一天的收盘价 能够超过274.09的话 那就是可以根据顾比导数限入场的这么一个法则 任何时候都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以前的这么一个 走势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 那比如说我在红色的这个柱子里 我认为这是一个低点了 然后我往回数两个柱子 就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最高价271块2毛5 那我认为之后的某一天的这个收盘价高于这个柱子的最高价271块2毛5 那我就可以入场了 那比如说就一个新的柱子过来 高于了 那我就可以入场了 好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帮助大家通过技术方面 因为刚才我们财报讲的是基本面 技术方面来帮助大家判断这个 呃 入场的信号 那如果说只是基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好 这个 把这个图再放大一点 基于今天的情况来看 今天的收盘价271块2毛4 那并没有超过我们之前说的是274块09 所以说就目前来看呢 啊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他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入场的 啊 机会 如果说你是一个趋势交易者 如果说你不是趋势交易者 你不看图 那你 呃 就是也可以挂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等等 看看能不能到 比如说挂一个260 啊 那其实是对于CSL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好 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因为时间有一点多了 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更多的问题想和我们探讨的 那依然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啊 扫码加这个微信或者说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OK 好那今天的呃 课程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说想要Excel表格的朋友 麻烦明天再联系我们好吧 因为现在就是没有时间了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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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